很严格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管理方式和措施 在国外执行的话是很厉害的 在中国执行的话居然是不销的 甚至是不自由的 起码这是一个外国新闻和媒体的一个看法 当然Marki也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 但是吧我觉得你如果有自己的看法 你至少也要带点逻辑吧 说的就是一个新西兰和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措施和管控方式的一个对比 Marki是觉得两个地方用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措施 但是得说效果一变好一变不自由不好 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双标准的一个判断 我的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第一次刷到我了 我是Marki我在四川程度 现在我准备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下一个视频 今天咱们成都这边又在下雨了 已经下了半天了 昨天的天气稍微好一点 然后今天又来下雨了 现在听了一下马克就出来晒一会儿步 今天到湖边来 可以来钓鱼 就最近这两天马克发了一个视频 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外国的新闻平台和媒体 对中国的疫情管控方式的一个看法和评价 这个时候在中国因为Delta的病毒的原因 又爆发了一论新冠肺炎的疫情 结果呢外国媒体和新闻马上上来了 然后说哇哦你们看一下 虽然说中国的这个管理方式 这么严格这么不自由 那他们还是爆发了一论疫情 反正大概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哎呀关这么严格干嘛 啊也还不是没有用吗 也还不是没有效果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给你们说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非常搞笑 而且也是有错误的 因为现在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 这个疫情又控制下来了 我们都有自由了 然后最近我还发现外国媒体评价 或者讨论新冠肺炎管理的方式 他们也有带一个爽表准的一个判断 因为你们看大部分的西方国家 选择了一个不那么严格的新冠肺炎管理方式 但是也有一个国家 选择了跟中国一模一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就是新西兰自由管控的国家 咱们就先不说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每次说到新西兰的这个管理方式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哇他们管理的好厉害啊 这是一个理想的方式 那么每次说中国的管理方式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哇这不是没效果吗 然后太阳格了 大家都没有自由了 没办法了 这不好 我这是觉得这特别搞笑 你们知道吗 因为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好的 在另一个地方它居然变成了不好的呢 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吗 是不是很神奇啊 哈哈哈 反正我是觉得每次你承认你说新西兰的这个方式是好的 是理想的 你同事也在承认中国的方式是好的 是有效果的 因为虽然说新西兰跟我们其他的西方国家对比的话 新冠肺炎的情况确实是要好很多 因为中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是为什么呢 不就是因为他们吵了中国的作业吗 不就是因为他们做的跟中国一模一样吗 戴口罩 隔离 隔离 不要去人很多的地方 打一秒 洗手 消毒 保持距离 这些事情也没有那么难吧 呵呵 所以他们说新西兰做到的是厉害的 很棒的 中国做到的 哦 很正常 还好 但是你们看现在的一个情况 现在新西兰那边已经出现了Delta冰柱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这边已经控制下来了 但是新西兰那边反而才开始 你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新冠肺炎新增加病例的数据就知道了 中国在本土的新增加0 新西兰68 而且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一直在涨一直在增加 然后中国这边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到昨天已经清零了 已经没有新的本土感染者 所以说我觉得最近咱们先得看一下 新西兰处理这个Delta冰柱的情况的问题处理的怎么样 有没有效果 反正我是觉得外国媒体这样说这样做也是没有效果的 其实 因为你说这个东西不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不好 那你就没有办法影响 因为数据也在这儿我的朋友们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现在西方国家大部分的地方已经又开始涨很多很多新冠肺炎的病例了 然后中国这边现在已经控制到0了 现在很多高风险和低风险地区已经接触了 已经没有了 大部分的人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处心了 每天的生活都正常得很 所有的地方都正常营业 大部分的地方甚至都不用戴口罩了 你们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多不好呢 我是感觉不到的 但是我的朋友们现在给你们了 你们是不是跟Marki一样觉得这个说法 这个做法 这个爽标准的判断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不公平的 甚至一个明显的是一个一样的东西 在一个地方说它是好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它是没有效果的 是没有自由的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点搞笑呢 请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跟我说一下